那次有沒有陪審處理的事? 應該沒有問題 是這個區域法院 最初是上陸法院 然後上訴我們都是去到高院的 上訴庭就沒有陪審處理 我們也有些有庭審經驗的朋友 當年要保護陪審員 其實還要保護證人 例如我光眾志做證人被人拍照 可能有些人都會擔心 所以我們不單止保護陪審團 也要保護證人 也要保護法官 我光眾志做辯護律師被人拍照 可能會有些麻煩 當然我們今次主要是 希望保護陪審員 但法庭裏面很多律師都需要保護 當然哪個最大的律師 剛開始都公開的 不會說不知道 但盡量都希望有最大的保護 我們就在十五月中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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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整個台語是否收接台語 常常都說司法律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對司法律的花潮是甚麼元素呢 其中一樣是一定是沒有外國的陪審程序制 國安法院內部一向都不給拍攝 因為一旦陪審員身份曝光 就可能會影響給予復賠 但很可惜突然三個月已經發生了四種 一個日環在法庭裏拍照的事件 前三次就涉及有國畢的網上 最後一次就涉及戰力和國畢中學協 其中在內地遊客人 審程序方是影響再上傳微信 執格主要是一頭生手的照片 但理由於自己是惡者 發佈當時的照片是無身之身 但在裁割之前的司法機 就收到附有審員的照片 四中事件暫時都沒有人避罰 在香港的法院 大家知道公開令政案件 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去學庭的 這樣才可以知道審進行是公正 比多久的法院 可以說是很不同的 那麼內地的行為對香港的司法 是有興趣的 想來越大高一點 本身就不是壞事來的 但如果香港人再掩診 都要怎麼處理呢 不可以但受到法院又行不行呢 如果陪審員得不到聖閣的比喻 以後還沒有重任 所以說感激陪審員 那今日的題目呢 就是法庭影響成歪共 陪審制度 勿告失禮 今天是有四位開場嘉賓 分別是香港政治主席林樂妍 大家好 林樂妍都曾經接受到 受歡迎平所的經驗 另外呢就是有 廣大的法律學院首席 港師張達明 是 大家好 另外我們有律師吳洪瑞 大家好 吳律師也都是 香港律師會議員法 訴訟程序委員會主席 波德琳律師 以各人身份參與 另外我們還有 立法會司法 國力事務議員 理會議員 容悍一 容悍一 就因為要跟容遜 這些交流 在港警區的委員 現場還有中性選的同學 歡迎 歡迎 好 今次兩位講過 剛才所說的 四中的事件暫時都沒有被罰 有些是抗證 無論資料 幾個問題上 法庭時處理手法是怎樣 或是正式處理手法 未來再有這次的事件 你是否見不見這件事件做 剛剛提到手機或安檢的問題 但其實我們看回整個事件 他們的家業不是即時的危險 而是說 相片拍攝後 會不會造成一些對陪審會和一隊 即是是對司團隊 或是對被毒證人的一些壓力 我們先看看過去幾件事件 剛剛提到3月的時候 執法主任就放棄了拍照的男子 法官亦都說是同心之心 然後到5月的時候再發生 其實是有市民去發現 有人是平常去拍照 但保安無即時處理 然後司法機構的任務員 亦都是放走有關人士 所以我想整個問題 不是說國安檢的問題 而是說我們那些殺人的人員 或者相關的人員 有沒有足夠的訓練或培訓 去令他們知道整個事件的嚴重性 那我想 其實剛才說到 其實有市民是殺人 市民那個貿易的人員 好像更高於那些相關的人員 其實這個是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定錯案 林廣言想問多一句 你自己也曾經接受的庭審 在東北案的時候 你覺得這些事件會影響到 被告 或者證人 或者是被告審團 上次被影響到整個案件 審訊的公正成 我自己 即東北案的仇審 本身就是一個 東區財困法院 直至上次我們 都是去到高院的中審庭 所以我就沒有經歷過 這個判審團的制度 但我相信就是說 如果我們見到 有人在庭審的影響 我覺得對我們的律師團女 其實都是一種壓力 尤其就算這個案件 本身撒平是容易處理一個政治問題 但它背後都涉及一些 社會和其他角力 背後可能有更加多的壓力 會三前出力 所以我相信這些事件 對整個撒平是有一個阻礙 好 另外兩個人法律界 請問多一件事 其實我這裙子 林廣言就有所說的 特別是當截然嚴殺 出現類似的情況 其實在顯示這個問題 我們需要很嚴肅地去證視 和盡快去處理 特別是涉及到它審員的審訊 因為我們要維護那個司法公正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點 當然可能過往香港很幸運 過往都發生了這件事 今天的時候 所以在過往大家 就不是很著重 或者在法庭也都不分別的經驗去處理 但是當這件事已經發生了之後 我想司法機構是責務狂態的 它現在是需要很嚴肅地去制定一些措施 特別是去部分有關的保安人員 和警方方面 我相信是要很密切地去討論 因為很受監禁的檢驗 但是海國人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多嚴肅 其實是海國人 大家的經驗可以去做 和大七八一一對 我們現在都是有法律規管 至少有一個簡易次做條例 或者是刑事務次法庭 會不會建議起罰罰款 還是覺得應該要檢控事務次法庭 就是有關所限 其實是視乎這個情況 如果是涉及到陪審員陣上 而那個人是有心在庭裏 去刑事務次法庭 這個其實是會走到 事務次法庭的地方 實際上 如果是誰的經驗 他在04年 這個案例 就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是要刑事務次法庭 是要刑事務次法庭 但是那個很嚴肅很嚴重的 就不是單單簡易自助條例的七條 那個純粹是罰款 幾乎兩千坑那種的處理 就是那個是針對一些 不是涉及到廟事法庭 是影響到公平審訊的情況 是一些叫規管性的一些簡易的罪客 但是我們要留意的 這個法庭不是在這方面 而是說任何的拍照 和其他的行為 涉及到有可能會干擾到具審員 有可能會影響司法公正 這個是需要很嚴重的去處理的 是的 我同意張達明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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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關謀說 我會首先第一件事 我會覺得張達明的說法非常堅硬 過往在香港真是我們很幸運 不是太多這種情況出現 但是現在近期這個情況 才發覺這個情況好像變得嚴重了一些 所以我過往法庭的處理 我自己也不覺得 是真的處理得很不對 因為法官自己有他自己的管理的職責 他是視乎那件案件自己的情節 那件案件他當時的裁決 他如果認為把一種的決定 我不會覺得這個做法是很不對 過往法庭的處理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當問題現在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咦咦 不是這樣拍一張相片這麼簡單 如果你拍這張相片 有機會再上傳 有機會再去影響 甚至乎是拍攝審員那些 容貌和服裝 這就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張相片的問題 這個直接影響整個 可陪審員制度整個司法制度 一個重大環節 這是我覺得大家需要 心思和要視關注的一個問題 大家都同意 如果再有問題 就應該是側硬一點 可能你媽媽都要起訴 或者檢控這個 檢控這個檢控這個 檢控這個刑事務事法庭 是否這樣會最好的辦法 如果這個行為是涉及到 有可能影響到司法公正 其實是要從這個方向 亦都是因為 這樣才可以發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 但是特意知道 不要這樣去做 但我們要想清楚 如果真是無心思思 我們都要去提醒這個層面 即每一件事都要看回 它本身的前置 去背景 絕發點等等 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同意 將達人所說 每一件事 是要看回本身獨特的環節 兩件事是否贊成要起訴檢控有效 其實如果這個法律存在這裏 其實它的意思是很危險的 就是我們要防止一些 任何人拍照之後 由於現在網上那麼發展 其實我們很難即時遇到 我們唯有從下一步做起 就是阻止一些影響 或者涉錄附身團的行為 才可以阻止之後 例如在網上插告 甚至引起另外一些 我們預測不到的娛樂 那待會要由第一步做起 才可以預防對他們的審團的影響 好 我們延伸的話題 雖然容許英未作為 我們都要講 關於手機的問題 剛才提到 有些朋友建議 例如是 憑會成員之生 大陸司的康花 我們建議 不如發言之前 大家可以搭配手機 可以避免人影響 大家覺得怎樣 我自己覺得 未去到這個地步 需要一多次這樣 就不讓人戴手機 因為始終 今至今日 一會兒 大家出街要戴手機 如果你說法庭 不能戴手機 其實是多阻礙到些人 是令法庭去行聽的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另外一點都很重要 是我們司法體系裡面 法庭剛才要公開的 可以讓市民去監察憤怨的運作 如果你是一刀切這樣 你不給 你可能是做得不夠 那我就會給他 但是需要 是走法那個個案 如果你某個個案 讓人知道 政治民間更高 知道有可能 人會有什麼動機 是會干預這條證員 成這樣 在那個個案裏面 保安壓的措施 就可以提升 去做多些 就是在那個庭外面 有一個額外的 保安的措施 心檢管理 就回那個個案的性質 就不是一刀切 就說所有法庭的 一大部的庭訊 大家都沒有那個動機 去認定 去做些什麼 關於活檢園 所以所有的庭訊 一刀切 或是幾大手機 我覺得是比較有 叫往國際 好 現在先 我會這樣去看 因為現在在香港 我相信絕大部份人 都會有一個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 有這個攝錄功能 攝影也好 攝錄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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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在的法制下 我們帶手機 入法庭 是批准的 沒有辦法的 好了 如果在一個陪審團的一個 省上 如果既然這個手機 可以帶去法庭 那它拿出來 尤其是現在的法庭 我們是用這個 發電梯 提供的WiFi 那個系統 做一些文字模式的 通訊 好了 會不會上次說 你拿了一個手機出來 在這裡 打一個手機 這個動作本身 沒有辦法的 用它 但是如果 這個情況出現了 你一個人拿一個手機出來 朝向 陪審團方向 或者證明 或其他法庭裏面的使用者 你很難去 辯辯 究竟是否拍照 就算你說 我辯辯到 你一個人今時 不是拍照 是否下一個人 又不是拍照 如果每一個人 去到法庭裏面 拿一個手機出來 如果要有一個制度 去監察他 當時在做甚麼 這是很不實際的 我自己去看 所以如果 如果現在 有些背景 告訴我們 那手機出來 朝向陪審團 會引致一些問題 很明顯 如果你拍照陪審團 那個陪審團 會對他 有機會造成一些 不必要的 壓力 壓力 所以這種情況 我自己看看 當然原則上 我會認為 我們要平衡兩個的利害 第一個就是 保障陪審團 那個的考慮 第二個就是 一般市民 拿手機進去聽 一些公開論訊 那個的權利 如果在兩者之間 平衡的話 純粹以那個原則上 我會傾向 保障陪審團 更加重要 但你會說 整個法典都不比大 公眾人士比大 好像剛才出現 剛才涉及一些很複雜的問題 包括一些行政 實質上的措施上的問題 先說到原則上 我自己覺得 是否整個法典都不可以打 這個又要視乎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你說 律師舉一個例 律師不准戴手機 這個我覺得 會有些少許往過程 為什麼呢? 我不是說 因為我自己的律師 就幫律師說這番話 因為舉一個例 就是在法院裏面 可能律師要立即利用文字通訊的模式 用法庭提供 用WiFi的系統 去拿一些資料 一些的搜查 一些的案例等等的東西 或者一些資訊上的東西 去處理 法庭的律師 他是有一個責任 去法庭處理某些案件 法官也是 證人也是 陪審員也是 他們沒有得選擇的 他們一定要去法庭裏面做他們的工作 但是一個普羅大眾 當然你有權去選擇去聽或者不聽 或不聽 如果你認為 如果進入法庭裏面 我不准戴手機的一個例子 這個對你造成不見這個理解 但是你可以自己選擇 做還是不做 即是去聽還是不去聽 好 那不如問問 我應該要問問 剛才跟外務員在交流完之後 可以問問 好 那我們說回 今天關於法庭影響這些事件 剛才我們提到就是 可不可以在法庭裏面 用手機會大小的進去 張大明就覺得 某些案件就可以 嚴少少了 不給大 吳律師又提到一些 關於出行上的問題 你自己處理一下 可不可以大受些人去給了法庭 我覺得都是很難一刀切的 你始終是各個個案的嚴重性 或者一個敏感度都不一樣 有些可能是政治敏感一些 有些可能是家庭一些的 有些是民主的 這樣 如果一刀切的話 全部不給帶 也會帶來一個不便 對市民好 或者對律師的自己手掌的資料 或者是和自己的客戶聯絡 都是有一個困難之處 所以我都認為 但是如果你說 有一些很敏感的 很政治議題敏感的一些案件 如果培審團又有一些 在公眾直到有人用手機去對處你的 不說拍攝不拍了 不說是有不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都會令到 所以我覺得 培審團自己本身有個暴行的壓力 我都是想尊重培審團自己的 他自己的決定 或者他自己怎樣對整個審訊的觀感 我覺得這方面是重要的 怎樣拿取一個平衡 平衡公眾在法庭裏面可以和外界去接觸外界的聯絡 亦都是重要的 所以我都是覺得 如果大家或者雙方 來試試 覺得那個是一個比較嚴重 或者比較政治上敏感的案件 有沒有大家是相以 希望公眾可以不要利用手機 甚至不拿手機出來 可能是跟別雙方在庭裏面同意這個安排 就可以這樣實施 我覺得要跟別雙方也要先同意 我們看看林卓妍 剛才你國國都經歷了平衡 你覺得不給大手機入去的 可能是你的支持者 或者其他中央人士 會否有影響他們去參與 這個平衡的意義 其實扮大手機 這就不只是平常的一件雙方的事 因為我們都要照顧到公開審訊的意義 市民大卓是有權知道一些公開評審的內容 只不過說我們公開審訊的原則 不等於那個聽審席 可以用任何的媒體各種的方式 不平去延伸 我想就是說 現在我們很難說 譬如說限制記者才可以用手機 其實很難 因為譬如說放入媒體 身回體 其實很多的承認 都現在很多的質疑 可能每個人都在那裡 即是前載前置 所以很難這樣做 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當時平常的人員 不可以做到一個嚴格的計劃 我想今天國上庭都知道 我們經常有很多的庭警 保安是可以在那裡幫忙的 而譬如說少到我們 平常有些庭聘的人士太大聲 他們都會急進去巡邏 提醒 所以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人 拿起手機朝向平常營 那些平常人士 其實是可以殺現到的 還有 即你都覺得是可以繼續帶進去的問題 只要大家的警覺成功一點就可以了 我覺得應該要容許 我們都要照顧到那個公開審判原則 如果大家也要去高掌法院那裡 因為法國自從有打擊法官的事件之後 有一個黑地基層的一個安檢制度 其實都已經減低了 有一點肉的了 如果對一些公眾人士來說 即是如果你說連手機活手 其實可能很影響公眾對法治 對一些平常安檢的理解 好 那手機大家有些不重要的意見 看看到時 當然你手機那裡也不需要考慮 是否要收或是會帶 即是有些情況是可以限制 它不可以是停頌使用 即是你掉了一袋在褲袋裡 這樣我不需要收你 但若果是 即是說剛才藍牧師提到的情況 即是說你有小機拿出來 大家不知道你是在拍他 還是你做文字那裡 那你要是這樣的情況 在一些案件裡面 其實你可以是不理他 這樣拿著手機出來 那對大家都好 因為他可能不可以拍你的 但是你還以為我們要拍的 那會有些人 那會很容易引來 即是 即是 我現在有個相機在袋裡 我一拿出來 就被人說 我們在電視發展 那會更難認真 因為你不可以使用 但你不可以使用 但你不可以使用 即是如果大家上課 你都不會說 平時你會過往 上課 你會拿出來 即是有些情況 你會拿出來 你會很快心的 你會拿出來 但如果你從小學 都會讓你做這件事 但這件事 代表在人包裡面 或副架裡面 不會有什麼管理 但這也是一個實質上 我剛才所說 這是一個實質上 運作上 或是發展去開審的時候 那個主審法官 或是相關公司 那個案件管理的情況 即是如果那邊案件